陈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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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有什么分数吗 上次我跟你说了 资助测房村那个 路跟那两个桥 怎么样了 董事长这都两个月了 应该快完工了 对了这样 你向我帮我准备一套 最普通的农民工衣服 然后再帮我准备一辆 最普通的车 我要回到老家 董事长 那您就穿那件衣服回去 乡里的人知道那路是明修的吗 没事 做那些事也是应该的 再说 我现在有钱了 为家商做这点事 也是应该的 我也开心 再说 这两天私承要结婚 哎呀 这些事 就不跟你说了 你去准备一下吧 按我说的做就行 行 那董事长 您准备什么时候回去 就明天了 明天你跟我一起去 就这样 你先去忙吧 好 你看这村子 修管路就是不一样 看这空气就是不一样 对啊董事长 这些啊都是您的功劳 哎 其实我能用今天的成就 都是我哥和我嫂子的功劳 当时啊 我问他们借了五千块钱 那可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可惜啊 都被我给赔光了 所以 我才一个人出来打拼 导致啊 我这十几年都没回来看他们 现在这一回来啊 之前的很多事啊 都从脑海里涌现了出来 董事长 还好呀 你现在也算是熬出头了 虽然现在是熬出头了 但是想想 当初我嫂子为了这五千块钱 差点跟我哥离婚 哎 当时年少轻狂 不懂事啊 哎 董事长 您呀就别愧疚了 你哥和你少着 要知道你现在的成就呀 肯定会欣慰的 行了 我侄子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拿着我刚刚给你的卡 去多取点现金出来 我要给他们一个惊喜 好的董事长 我现在就去 去吧 对不起啊大姐 我刚刚没注意 对不起啊 我说你不长眼睛啊 你知道这衣服多贵吗 这可是我儿子结婚要穿的礼服啊 哎 嫂子是你啊 哟 我还当是谁呢 这不是走了十几年的试嫌吗 怎么 你这次来又是为你哥借钱的 嫂子 我不是来问我哥借钱的 我这次回来是 行了 别再说了 我就问你 这是我儿子一会儿结婚要穿的礼服 你给弄脏了 这怎么办 嫂子 你看 你看这样 妈 怎么回事啊 亲戚们都等着呢 还不是因为你这穷酸的叔叔 这就是司成吧 都长大了 我都认不出来了 叔叔 妈 我哪来这么穷酸的叔叔啊 儿子 你可能不知道 当初啊 他背着我 为你爸借了五千块钱 那时候 那五千块钱 可是我们全部的家道啊 就是因为他 让我们过着穷酸的日子 就是因为他呀 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呢 要不是现在我有出息了 现在 我们还过着原来的生活啊 你知道吗 嫂子 司成 之前那事是我不对 我这次回来就是 行了 你别再说了 就算你是来还钱的 我们也不需要了 你看见没 这桥路 那边那个桥 那个桥 还有那边那个桥 都是我同胞的 行 不错 现在长大了 有出息了 别碰我 你知道这衣服有多贵吗 你这么穷酸 碰坏了 你赔得起吗 司成 你怎么 我怎么啊 我知道了 你是想问 我现在为什么过得这么好 是吧 你是不是想来我们工地搬砖啊 行啊 我同意了 明天 你就可以拿你的家货事 来我工地搬砖了 司成 我不是这个意思 董事长 怎么了呀 啊 小陈 没什么事 哟 这还董事长呢 我说 你从哪儿过来的人啊 哎 你们怎么说话的呀 他可是 嫂子 我今天回来 就是想看看你 顺便啊 参加一下司成的婚礼 还参加婚礼 我儿子的婚礼 是你能来参加的吗 嫂子 你们现在怎么了 喂 小林啊 怎么了 董事长 在两个月前 你在测方村投资建设的那个墙 因为建造材料质量不达标 已经塌了 什么 这是真的吗 董事长 这种事我能给您开玩笑吗 那你告诉我 这事是谁负责的 好像 是那个村的张思成负责的 张思成 对 好 我知道了 就这样吧 张思成 这条路 还有那两边的桥 是不是你负责的 是啊 负责的 要怎样啊 你知不知道 那个桥头已经塌了 就是因为你偷工减料 才造成的你知道吗 你 你胡说什么呢 我胡说什么 行 陈秘书 让这一块的项目经理给他打电话 现在打 行 董事长 这种的 还挺像的嘛 喂 范经理吗 那个前几天董事长在测方村 投资的那个修桥的 谁是负责人呀 哦 那个项目呀 是张思成负责的 行 范经理 你现在还不知道吧 张思成他修筑的那个桥 现在已经塌了 什么 有这一回事 董事长现在就在他旁边 你现在马上给他打个电话吧 让他赶紧滚蛋 行行 我现在就给他打 嗯 好 董事长 我就给他通过电话了 行 我知道 孩子在那装呢 不要真以为打电话 我就信你了 一口 狂风暴雨 还在我的脸颊 男人在路 也不怕 心想又放强天下 不有的话 要去相信你啊 董事长 范经理 你说什么 任务滚蛋 范经理 叔叔啊 你是我的亲叔叔 你看能不能 放开 真没想到 你们竟然是这种人 我今天回来 是想高高兴兴的参加你的婚礼的 没想到啊 竟然让我们看出来 你是这种人 竟然 你看 嫂子当初还借你五千块钱呢 你看 这怎么说 你也是司成的亲叔叔啊 他这现在 不能不管啊 嫂子 够了 我本来 今天回来 让我们秘书 跟我卡里取出了七十万 给你们当女婚 就算报答 你们当初借我那五千块钱 真没想到 看这 毕竟有私逢是你的亲子 就这样 嫂子 这七十万 我依然会给你 但是 逢此以后 再无瓜葛 看看你办法好事 鲍鱼排在我的脸颊 男人再哭也不怕 心中有梦 好棒 感谢观看